南无本师释迦茂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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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请坐 好,我们之前都看过这个表 可能有些同学没见过 都简单介绍一下 在我们第二、第三、第四堂 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十善业度的内容 里面在一部大乘里翠六波罗蜜经 它就用四色痰的方法 来解释了这十善业度的功德 我们就在每一诗坛 用八个字将它总结出来 就出了这个表 作为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工具 在上个星期 我们就已经介绍了关于十善业度里面的 新三业和布施之间的关系 今天去到第一个就是离网语和布施的关系 大家看到在第四项 离网语中我用红色显示了 能令众生文化欢喜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多生多实远离网语 在我们行布施的时候 所得到的功德各个作用 再看下去 如果我们看回十善业度经的经文 它就提到 它说离虚抗语而行施固 如果一个人多生多世远离虚抗语 远离网语的话 现在他要做布施的话 他会有什么作用呢 有什么功德呢 就是上富财宝无能侵奪 这部份其实就是凡利恒布施 都能够得到这个功德 就是上富财宝无能侵奪 即是说他 召紧到的那部 就是能够比较富裕 而且他这些的制裁 是不会给其他人 包括五家 即是国王、道财、水火和不肖子 所侵选的 而后面那部份 就是关于离虚抗语所得的功德 就是离众毁谤 摄持正法 如其事愿所作必够 即是说 如果我们离虚抗语的话 我们就不会 今生就不会有其他的人 来刻意去诽谤我们 说我们的坏话 无中生有这样去抹黑我们 摄持正法 而且我们能够学习到佛法的正法 不会说有偏差 有些邪知邪见 另外 如果我们希望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如其事愿所作必够 我们都能够达到我们所做的成果 不会有些虚妄的事愿 发了个心 但是做不成功 这个就是十善要道经里面 关于离虚抗语而行布施的特点 再看回《十善语道经》的《二夜本》 《佛慧疏加罗龙王所说大成经》 他说提到 他说 《龙主若伏菩萨远离妄语 收菩萨道行于布施》 即是说 如果一个人他是多生多世远离妄语 而现在要布施的话 会得到什么情况呢 《得大富贵,得无量福》 就是他不单止 那个人是能够支财富贵 而且会得到很多个福报 其实富贵不等于有福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拥有家财 但他生活得不自在、不开心 也不下种福 而他既能够有富贵 即是能够生活自在 又能够如他所愿地生活 才叫做得大富贵,得无量福 当所有言与一切善软 即是他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都能够以一种和善的、柔软的说话 来和大家去交流 这个包括两方面 就是说 不单止他和其他人说话的时候 他的集气令到他用一种 友善、柔软的说话和人沟通 亦都其他人对他的态度 都是友善、柔和、柔软的 凡起成缘、坚固不退 同样地就是说 如果他有什么心愿他要做的话 他能够一直这样努力做到底 能够达到成功 这个就是在两部经文提到 关于离虚、抗穴、移行、布施的情况 同样地我们好像上星期一样 我们将这个经文 用一个所谓四了解的形式 来做到下面的表 在第一格里面 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 他是多生多世离虚、抗穴 记住这里我很强调的是离 是多生多世离虚、抗穴 而今生他要布施的话 他的情况就是 首先他要布施 其他人不会诽谤 他说可能用种种的说话 抹黑他、批评他 其实这个人他也是为了顾名钓鱼 为了贪种种的名文利养 所以才行布施 其实他不是真心的 没有这样的说话 说他 第二能够摄持正法 他能够以一个因果的心去布施 而不是用一些其他的原因去布施 不会走去一些邪见那方面 所以他能够摄持正法 接着 预期所愿、所作必果 通常他要布施 可能是有达到一个目的 例如来说 他可能看到别人生活 遇到一些困难 希望别人藉着他的布施 能得到改善 而最终也能够令到这些人得到改善 而不是说布施了下去 人力结果最后都只是解决了暂时问题 最终都是在困境之中 最后自己帮不了 不会了 他真的如其所愿、所作必果 他要帮人 对方真的帮到 又或者 举例来说 他如果想遇到一些小朋友 是没有能力去读书了 好像以前山区 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因为父母现在是山区里面的农民 根本是没有能力供小朋友读书 而你去做学的话 这个小朋友 真是很用心地读书 最后能够以一个很好的成绩 能够毕业 或者将来也很有贡献 回归他本身的山区 这就是我们最初 为什么布施帮你小朋友的希望 而真的能够做得到 这个就是他如其所愿、所作必果 而不是说到时那个小朋友 可能得到我们的资助之后 又不努力 那没有这个情况 还有上父财宝 无能侵奪 因为他要布施的话 他就会和众生讲结善言 之前在前面 先生也提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会得到 上父财宝无能侵略呢 这个是在布施十框里面 十线和布施之间都会得到的情况 因为你布施 你就是和人结善言 你不会和人结恶缘 你能够布施就不会侵众其他人 即是说你一路布施 你就会和人讲结善言 而不会令到其他人受到侵害 自然人家就不会来到侵害你 所以将来你就能够因布施得财富 因为你没有侵犯人 所以人家就不会来侵犯 所以能够得到上父财宝 无能侵奪了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即是离虚抗议行布施 亦是经文所讲的内容 我们现在再看下去 打橫看这边的部分 如果一个人 他本身 能够多生多世 在十善业里面 能够离虚抗议 不过今生 他不懂得是布施的话 那他怎样呢 他虽然能够离众毁 摄持政法 因为他离虚抗议的缘故 大宗不会去诽谤他 不会在后面说他是非 不会在后面故意抹黑他之类 亦都能够懂得从恩的角度去处理事情 而他要做的事都能够达得到 可惜他今生不懂得布施 所以他也不能够得到布施的成就 布施就得到财富 不布施自然 他就不能够职责福德 所以今生招感到生活比较窮困一些 另外 布施反转之后 他不去理人 可能甚至乎反转 他会去侵损其他人的话 结果这些不好的因缘 因缘制会 这些曾经被他侵损的冤家债主 便会在种种的情况 侵损他的制裁 正如刚才所说 可能他仅有的已经是因为不布施 今生不得富贵了 所余的钱都可能会被国王盗策 水火或者不超纸侵损了 即是说 本身 仅有的制裁都不能安稳 这个就是 如果他不行布施 照感到的情况 好了 再去到第三格 就是下面那一格 这个人 他今生 他是发心 要去布施 要去帮助其他人 不过因为他在十善业度 那方面 没有职责资量 即是说 他过去生 有虚抗语 有妄言 这个上一堂都提过 离虚抗语是要多生多世 因为你多生多世离虚抗语 你才不会有因为虚抗语而结的恶缘 亦都因为虚抗语而有一些冤家诈主 将来要和你逃犯公道 但是如果你是妄言的话 只要一次已经够了 因为妄言令到其他人受到損害的话 如果这个人为此而有心里面不平的 要土公道的话 刚刚和你因缘祭会 他就会令到你受到一个損害 在这里提到就是 因为一个人妄言的话 他就常被围绑 谁去围绑他 就是那些他曾经妄言 令到受到伤害的人 他就会来到围绑他 另外 因为他有妄言的习惯 这个习气带来 令到今生下巴轻轻 他任何事情答应了 其实只有一个讲字 他不会说我讲过就算数 就要去做 于是很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 所以所远不成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能否成功 不是说这件事困不困难 而是他本身有一个决心去做一件事 如果你有件事 你说了 你决定了 你要做的 你认为做不到 你不会答应的话 你就不会有很多事情 说我做到半途 发觉原来 有种种难度 我都不是做努力 所以 不过因为这个人有妄言的习惯 他决定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答应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清楚 也没有想着一定要完成的心 就许下承诺 于是做到半途的话 种种因素 他可能就会放弃了 就会有所缘不成的情况出现 不过因为他肯发心去行私的话 他应该得到上废财保 无能侵略 不过这里所得的财保 就从上别离虚抗议的上废财保 是有个不同 为什么 他是有报私 不过前面提过 他要报私的时候 人家可能说 你这个人都不是真心报私的 他可能是有目的的 他帮助你 以后可能要你报答他 人家变成了 对他的报私 就会不太乐意去接受 他报私的功德小了 再加上 因为他虽然是报私 不过有半途而废的问题 帮不帮人 不帮的 好像刚才举个例子 他可能答应了一个山区儿童 会供他完成一个中学或者大学 但是工作了一两年之后 人家没完成过学业 他就中途放弃了 原来负担太重了 我也是不供了 变成了这个学生 一心想着有你的帮助 他可以专心读书的 但是你停了 去帮助他 人家是不是没有办法读下去 那变成了人家 本来可以成功完成中学 完成大学 因为你半途而废 对方就不能成功 这个因 将来要导致你 将来 会和人结出一个不好的因缘 就会导致你 虽然能够 布施拥有的财富 都半途会失去 正如你帮人帮一半 那就停止 你得到财富 去到半途都可能被人侵存了 所以说无能侵夺 但是未必像前面那样 那么稳固 都会有侵夺 不过不是侵夺完 好了 再去到第四格 你过去生有妄言 今生又不肯布施 于是因为妄言 那些冤家诈主 就会遇到你 就会诽谤你了 你乱地说话 伤害了人 人家又乱地说话伤害你 无忠生就这样批评你 无忠生就这样说你的是非 另外就是因为你口轻轻 所以今生做事都是 很多时候做一做一做 就退态 一难就不做 一有困难就放 于是很多时候都是 半途而废 所愿不成 加上你又不肯布施 于是就会得不到 这个布施的福报 就会感到贫穷 还有不布施的人 通常来说 他亦都会令到人受到伤害 可能因为积极的 侵算其他人的财富 消极的是 人家遇到你帮忙 你不帮 令到人最后受到损失 于是这些人 你同结了愿 他就会 愿者的愿家 炸着来侵取你的财富 所以就会有贫穷 财富上被侵夺 这个这样的苦虜 这里就是 在关于离虚抗愈 移行布施那里 从四了解 看到离虚抗愈 和妄言 行私和不行私之间 所差别上 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去 接着到第五行 我们看看 如果一个人是离两舌的话 他就会得到 捐属随顺 不相舍利 都补充说明了 这里只不过 我们之前把四色谈 用每个八个字 选了出来 现在都在里面 抽一些同经文近似的内容 作为一个参考意义 我们看回经文 他说到 如果一个人 他是离离间义 愈行私固 上夫财宝 无能侵夺 一个人 他没有离间人的 没有令到人家之间 本来是 大家是和目相折 而因为你乱说话 令到对方反目成仇 本来人家合作得好地的 不是因为你乱说话 令到人家 不能够合作下去 你是多生多实这样做过 自然人家也不会离间回来 另外 现在你今生要去布施了 你就消感到 上夫财宝 和无能侵夺 所以上夫财宝 和无能侵夺 这个情况是 行私所得到的那一步 而因为你离离间义 你就得到 眷属和目 同一致乐 行无歪增 即是跟你一起 那些同参导友也好 你的亲戚朋友也好 他们都会跟你一心一意 你要做事自然就有助力了 就能够顺利了 而且大家能够和目相处的话 即是你想做的事情 他们不会在后面抽你后脚 不会障碍你 所以就能够做任何事 比较顺利 因为大家心志一上 好 再看二夜本 《佛慧疏加罗龙王》所说的大成经 他说 《龙主若伏菩萨远离以语》 《修菩萨道行于布施》 《得大富贵》 《获无量福所言真实》 《闻者信秀》 《凡有所说断一致》 这里可能有点 因为两个经文之间有一个差别 现在我先看到 这里 在《佛慧疏加罗罗所大成经》 他说完网完之后 就不是说两个经文 就是先讲二语 我们先看一看 因为我们总要在《十四月道经》 他说如果是二语的话 有某些不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只是《参谎经文》 我们可以先跳下去 看下面的词料简 如果一个人 他是离间义如行私的 正如经文所说 他得到《眷属和目》 《同一致乐》 《行无歪增》 即是说 他要布施 即是他的家人 知不支持他 支持 他周围的朋友 知不支持他 所以他要行报私的时候 不会隔离他的同修 他的另一半就说 你的钱 你杀他在外面 我们家里生活出问题 你准备要帮人的时候 他说 你去山区 去帮我的小朋友 我们家里的小朋友 将来读书都要钱 如果遇到这情况 是不是变成了 你想报私的心 不得安乐 但现在不会 因为《眷属和目》 大家之间有商有良 而且你要帮人 他会帮人 你觉得山区儿童需要帮忙 他觉得应该先帮山区儿童 让他们能够从教育得到推评 行无挖振 大家能够有同一意义 你要报私帮人 你帮得很安心 你不会当心后面 你所做的事情 影响到家人 来到家人不开心 你和家庭之间有冲突 接着就得到 尝股财保无能侵夺 正如前面所说 报私就能够得到财保 因为你报私帮了人 你没有去侵损人 所以不会有冤家债主 来侵损你 所以这里 多生多世 就是离离间离 而行报私 就得到这种情况 好,看回旁边 旁边提到 如果离离间离 而不行报私 即是你虽然多生多世 你都没有两舌 没有去破坏人家之间的友谊 没有破坏人家的伙伴关系 没有破坏人家的家庭之类 这个离间离间离间 是因为你两舌 来到人家可能 家庭有矛盾那些 你不要做这些 你自然之间这样 你就捐缩黄目 同一致落行无挖振 大家做一致的 你家人 你的朋友 大家都是心意一样的 不过要注意 这个心意一样 不一定是做好事的 现在 你不行私 你的家人行不行私 也不行私 一大家 同一致落 你觉得 你怎么这么笨 我这些钱 我留回自己的手 怎么不应用呢 家人也是这样说 周围的朋友也是这样说 有问题 你说 布施可以将现世财 变来世福 没有人告诉你 那些人说 是的 那些钱当然留回自己的手 这么辛苦找回来 那你就不懂得布施了 意思是 大家不布施 大家都没人提到你布施 你就将来 因为不布施 没有福布 就能够感到将来贫穷了 用了福布 对不对 还有 如果再进一步 你不单止不去布施 还要去拿人的好处的话 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 将来你拿了人作素的 那些人 你赴回 赴回公道 所以我们佛教 有句话说 吃亏元食占便宜 为什么 你不拿人作素 你让人拿你作素 人家保持你帮人的话 将来人家一定还给你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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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记住 好了 是的 所以 那你就沒有時間了 要不再寫就披無戴國環 我不用環了嗎? 當然要環了 你為什麼財富上被侵奪呢? 就是你不去幫人 還拿人便宜拿人作素 記住,不勞而獲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就是 你過去有這個福報 現在,所以你不需要那麼辛苦 前的福報變成一些財富 例如我們過去生經常保持 今生就會容易得到一些 其他人的幫助還財 另一樣 就是你叫做先勢未來前 本來你自己買不到生卯性的 那些人就給了你 你將來這些要還給別人 不用還嗎? 你今生如果有報師更好 你來生變成一個有錢人去幫別人 還還給別人更好 如果你今生又不報師 就貪小便宜的話 那你來生沒有福報 那你就要幫別人去做苦力 做不到人的苦力 就做動物的苦力 做牛尾去耕田 做馬車去拉車 所以穩陣一點 我們剛剛說的 吃虧原食占便宜 你寧願現在吃虧一點幫助人 那些全部都是變成 就算不是福報 也不用將來要還給別人 不想還嗎? 哪有這麼好處 要不你就過去幫別人 所以人家還給你 要不你沒有幫別人 你就將來還 舉例來說 如果我之前借過10元給你 你給我10元 那你就打個平 但我沒有借過10元給你 你給我10元 我還要給你10元 當然要 好吧 好了 到第三格 如果這個人 他沒有離間餘 而是有兩舌的話 他就會移行布施 招待情況又如何呢? 就是眷屬不和 常壞法行 但常庫財保無難侵奪 記住 這裡也提到的事情 你離間餘是要多生多世 你才能夠 不會有任何因為離間餘 傷害到個人 變成冤家債主 離土理債 不會因為離間餘的業力 令到你借錯不和 但是兩舌呢 一次就夠了 因為剛剛你 有問題的時候 突然在最關的時候 就出現 令到你借錯不和 他一句說話 令到你借錯不和 有時候可以遇到 一些情況是這樣的 你可能和朋友 關係很好 但可能偶然聽到某句說話 未必你聽到 可能他聽到之後 但是立即和你態度 180度轉變 從事沒有朋友做 那就是怎樣 那句說話這麼有影響力 因為那是你的冤家債主 你身上曾經破壞過人 今生遇到 他就一句說話 破壞你的家庭 破壞你的朋友 所以 因為你有兩舌 就會導致眷屬不和 這個眷屬也提過 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 因為你曾經兩舌 傷害的人 他今生來到兩舌 破壞你和卷屬之間的關係 來到卷屬不和 另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卷屬本身就是 因為你兩舌 而傷害的一個專家 他變成你卷屬 然後讓你感受到 卷屬不和那種的苦惱 所以他就算不用離婚 他到時就會和你很多爭拗 是有的 上壞花行 就是說 你想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會半途而廢 做得不成功 因為為什麼 沒有 沒有 沒有助力 你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人力不會幫你 甚至乎 中間在說話 例如我想 簡單來說 現在我看到某個農村需要一個井 我沒有能力去建一個井 於是我就找大家 不如我們帶一家粉來建一個井 讓他解決那個食水問題 但你一開始的時候 人家就說 這個人 他可能幫人建井為名 其實他可能自己的錢墮了 其他人本來想幫的 是不是想 喂 是的 他可能考慮明目過了 我還是先觀察一下 那個個官網結果如何 你就籌了籌不夠錢 結果那井氣不成了 於是你說 是否呢 只有廣字 這麼久都沒有出現過 幸好沒有付錢 這些就是兩次朝錦督的 常壞法行 你想做做不成 是因為中間有人挑撥 令到你做不成 好了 不過因為你有行報師 所以你都會有財報 這些財報也沒有人侵奪 不過記住 這裏那個 和前面那個是有分別 因為你沒有助力的話 你能夠報師的力量就小了 力量小了 前朝這麼多的角度也小了 好 到第四個 就是你 你 你個性有兩次 今生不肯報師 因為兩次就會令到你卷塑不和 亦是你所做的事 很多人在後面來破壞你 令到你沒有座員 做任務也做不到 既然沒有座員 做任務也做不到 你不要說報師 就算普通任何事業都好 是否你沒有辦法達到你想做的心意 例如你想搞一間公司 本來公司應該可以能夠上軌道的 因為中間太多人在旁邊走路走路 結果 可能投資了之後 最後是收不回回報的 越投資越損失下去 最後結果都是收穫出問題 財富出問題 而且這些就是所謂財富尚未侵略 就是這些 冤家債主幫你分掉所有的錢 結果你投資多少 全部都放在鹹水海 那就變成財富尚未侵略了 所以這就是因為兩次所造成的結果 加上你不行報師 所以你又得不到財富的積聚 最後就是 眷屬不和 又生活貧困 你想一下 那個人也挺慘的 生活已經有困難了 周圍又不肯幫你 甚至最後 你自己需要幫忙的時候 人家不肯幫你 因為大家不認同你 自己也需要幫忙 不要說去幫人 所以這就是看到兩次所造成的後果 這有問題嗎 沒有 當然看下去了 好,接著到第三個了 就說 離惡口 我們在《大乘李翠六波羅盧經》 我們就看了 一切愛咬,讚嘆隨信 這就是你遠離惡口 所得到的功德 因為你遠離惡口 你就不會令到別人的心靈受到傷害 人家自然就對你有個好感 最低沒有一個壞的感覺 所以跟你相約的時候 他不會抗拒你 不會找到你麻煩 因為覺得你也有些親切感 因為起碼你沒有用東西傷害 我們千成假之外 說一些令到人家南亨的說話 令到人家覺得不舒服的說話 你不要做這件事 他看到他就不會覺得 有種心裡不舒服的感覺 好,提起幾文 在經文裡面就提到 他說 離粗惡與移行私固 尚富財寶無能侵奪 這個尚富財寶無能侵奪 就是因為憑私的果報 所以這個是一樣 另外後面就是關於離粗惡的功德 他說一切仲會歡喜歸意 因為你說的話 不會腰心腰肺 不會說出來 你的心裡難受 所以人家跟你相處 是不是覺得舒服自在 那便願意跟你相處 所以就得到歡喜歸意 言皆信仇無違拒 為什麼一個人說話 其他人不想聽 因為你說的話 你會覺得很硬耳 很不開心 明明你是好的 你是為對方好也好 你說的話 是用一些比較 令到別人難堪的說法的話 別人是不想聽你說的 但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 為什麼要佛教語說愛意 就是用一些對方 聽起來舒服的說話 你叫人去做任何事情 才願意去做 如果你一說 都是別人聽下去 不順意的 不舒服的 別人就不喜歡聽 我們有時候 也聽過一個做法 就是 如果你遇到別人 有些地方 需要改善的時候 你怎樣令到對方 肯去改善問題呢 怎樣改善這件事呢 你不是直接指出問題所在 例如你說那個人 他平時 怎麼說呢 有些不好的習慣 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另一回事 你怎樣說話 對方聽起來 才覺得比較舒服 例如這樣 有一個人 他就很 喜歡吃零食的 那你又叫他 嫁了吃零食的習慣 你自己跟他說 喂 你不要吃那麼多吃零食 他聽起來覺得不舒服 你先跟他說 其實這些東西都蠻好吃的 我也蠻喜歡吃的 那 起碼 令到他覺得 你不是先批評他 你覺得先認同他 再說 不過呢 如果吃那麼多東西 可能會有些問題 可能會肥 可能會將來有些糖尿病 可能會其他 他聽起來說 對 他就說 不過這樣 我們吃少一點就可以了 他可能聽起來說 對 我吃少一點就可以了 而不是自己說 你以後不要吃 尤其是跟小朋友說 你腳不吃 他更加不高興 總之有一個 比較軟轉的說法 直接很硬地跟他說 那你便能接受得到 叫做三文字式的做法 先贊提認同他 再叫他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再給他一些鼓勵 那他聽起來便更順利 所以 為什麼別人 你說的 別人不信受 就是因為 你太直接了 太硬了 一說 就說一些 直接把問題核心說出來 那個別人接受不了 因為他不覺得是問題 記住 我們旁觀地看到的問題 當時人未必看得到 他看得到 他就不會這麼做 他就看不到這件事 是不理想的 不如意的 他才會這麼做 他不明白到 這可能傷害到自己 傷害到其他人 現在我們跟他 告訴他 怎樣令到他 看到問題 要先認同他 再說 不是直接說明 我不認同你 這個就是 我們如果遠離 我口 遠離用了粗獲的方式 跟他講 他才會信仇 你用 所以能夠做到 賢家信仇 無能為他 再看回 在佛位 梳家樂龍王所著大成經 說 農主 若福菩薩遠離我口 修菩薩道行於佈師 得大富貴 获無樂福 這個詞不一樣 所言可取 文無背寫 從剛才所說 因為你說的 不是一些 硬耳的說話 不是硬心硬法的說話 聽來是覺得舒服的 覺得你是認同他的 覺得你是了解到他困難的 然後你再提出意見給他 他就會接受 也不會 即楊本欣為 聽了就 意見接受行到照舊 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能夠做到 所言可取 文無背寫 另外 於諸眾中無有其過 這個就是因為 你本身沒有去抽情人 所以你不會抽情回來 剛才提過 如果你見到你的缺點 叫你無病 叫你短處 你切切出來的缺點 無病短處 你覺得什麼 你找我麻煩 但現在不是 你是表達了 你是了解他的 你是認同他的 然後你是給一些 讓他改進的意見 他起碼覺得 這個人 他不是找我麻煩 不是針對我 他就不會找你麻煩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 軟離我後 人就不會 直接這樣去找你麻煩 你先聽下去 順利 所以 於諸眾眾 沒有其過 沒有人找你過失 好了 我們又看下面的四條件 如果一個人是 軟離 岳語而行屍 就能夠做到 一切還會歡喜歸熱 因為你說的話 別人都聽下去 順耳 不會覺得 你說的話也有骨 別人就願意聽你說 願意親近你 願意跟你聊天 言家信受 無謂他 因為你說的話 你是用一種認同的 正面的心態 正面的說法技巧 去跟他說 所以他聽了之後 他都會覺得 你是真的為了他好 而叫他修正行為 他就願意接受 因為他知道 你是從他的角度 去提出意見 而不是從你的角度走之近 好像我見到一些人 無論家庭朋友之間 很多人鬆大在哪裡 就是他用自己的角度去說 例如家長 用成年在角度 跟小朋友說話 所以聽起來覺得 喂 我不覺得有問題 你家長 太過這些要求 是不合理的 他不肯去做 例如我們 最常 就是小朋友 玩完之後 不收拾玩具 你要他次次收拾玩具 他不明白 他覺得家長就很麻煩 因為玩是一種樂趣 小朋友喜歡樂趣 而已 你要收拾玩具 這是煩惱的 我不喜歡收拾的 但如果你能夠讓他 作為一種遊戲形式 讓他覺得收拾玩具 都是遊戲的一部分 他自然慢慢用成習慣的話 他每次玩完之後 他就要收拾玩具 慢慢會看到 原來收拾玩具 下次玩是容易了 因為他招玩具在哪裡 想找哪裡 找得到 如果我們不懂得 從他的角度去思考 從他的角度去分析 從他的角度去跟他說的話 你說的 他就會委屈 但你能夠在他的角度 他就能夠言家信守 沒有委屈 因為他知道偉好 他知道這些 他看不到 認同力 而你現在要去布施的時候 你怎樣令到其他人都會認同你的布施呢 因為你已經做到了 一起還會 因為他喜歡和你一起合作做事 現在你要去布施的話 你從壽司的角度來講 其他人未必認同 因為他本身 貧困 遇到困難 那些問題 關我什麼事 但你講的時候 就從他角度來講 如果我們過去生懂得布施 今生我會更加富有 更加生活好些 我們過去也有布施 所以今生也有個小康生活 不過布施都不夠 我再布施多些 來生更加有福布 但是對 布施是幫助自己的 是嗎 你說的就是你 不會委屈你 因為你是從他角度來講 你告訴他 布施對他的利益 不是告訴他 布施是對另一個人的利益 因為另一個人的利益 與另一個人的利益無關 但他真的切身相關 於是你要布施的時候 他也會支持你 你能夠這樣布施的話 周圍就能夠有一個力量在這裏 於是因為有布施 你也因為招勤到 償付財保 無能侵奪 因為這個就不需要再解釋了 同時一樣 因為你幫人 你沒有欠人 所以你幫人就積了來世福 將來得到富貴 你沒有侵犯人 所以你不會侵犯回來 好,接著看第二個 一個人如果他離粗惡意 而不行私的話 你能夠因為你說話 別人聽到順耳 別人都喜歡跟著你 一起合作做這種事情 而你如果叫人去布施 對方都會跟著去布施 不過你沒有想著去布施 你自己也不去布施 你會去別人去布施嗎 你不會的 你就不會告訴別人 不如我們一起去做一些 利益眾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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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說 你不做的話 別人都不會跟著做 因為大家 你說不需要去布施 不需要幫人 別人就不幫人 因為你說的話 你聽你說的 但是你又不布施 你到處又不布施 大家就馬馬虎補充了 內心就只能貧窮 而且如果你還反過來 去侵犯其他人 你那些到處的捐贖 會怎樣做 跟你一樣 因為你這樣做 大家都不是距離 你這樣做 大家都覺得你是有道理 於是大家變成了 心能法則 弱肉強食 你有本事就多拿點 金生拿多點 來生還多點 結果 來生財富尚未侵奪 因為拿了人 你到處 其他人都拿了 將來到處的人都是 人家責值 個個都不是你拿的 錢不是這個拿走 那個拿了你的 所以就變成財富尚未侵奪 好,第三個情況 就是 你雖然金生上布施 不過過去擺口不好 喜歡我的口 你說話 每個人都要心要肺 每個人都令到人家難受不舒服 人家聽了之後 雖然他不想我口話回來 後面怎樣 你說什麼人家都不認同 後面就譏諷回來 用你的角度去批評回來 變成你表面上 人家不管你 你有你說 不過 會不會有人跟你做 不會了 大家都不會聽不入耳 因為你說的說話 因為你說的說話 都令到人家不舒服 難受 所以人不樂文 你說任何東西 人家不想聽 好,現在你想報仇 你當然是鼓勵大家報仇 是吧 因為一個人有限 其他人一起做 是不是力量大一點 不過 你有你說 沒有人陪你一起報仇 因為你說的說話 人家就會覺得你所做的事 不是他們想做的 因為你任何人為人 你都覺得有種印象 就是令人家不舒服 好了 不過你自有保持 不過沒有人幫你 所以力量小 雖然人常得財寶 雖然無難侵略 不過雖然小 跟前面那個 所得到的功德 那個力量就小很多了 跟著 第四個了 你有 惡口 又不肯報仇 所以你說的說話 人家就會後面 很多的批評和意見 很多挑剔 亦都你說的說話 大家都不合聽 聽不入耳的 跟著你又不報仇的話 自然你就 得不到富貴 沒有福報也都會 因為不報仇的話 相反就是 你是侵略人 就會招感到財富尚未侵奪 所以這個也很容易理解得到 跟前面的情況一樣 這裏也都 前面那個 惡口而行私 都可以說回一點點 就是 如果你那個 是一個功利心理行私 你本來想著 我今生多些報仇 職責多些來世福 將來我就得到多些財富 但是 因為 你沒有助力的話 你心願想這樣做 你希望能夠上富財保 沒有能夠深入 不讓你真的做得到 你有個心願 但未必能夠達成 因為沒有助力 好了 這裏是第四個情況 他就說 如果一個人 他是來耳語的 就是不要說一些 令人尷尬的說話 這裏我之前都說了十次 嘴四頁都說過 我口和耳語的分別 耳語不單是說一些 無厘頭的說話 他重點就是 他會傷害到人的 例如說一些無厘頭的 無關實際的說話 如果你傷害不到人的 那些未必是耳語的 耳語的特點就是 令人感覺到尷尬的說話 從前面那一刻 就是難堪的說話 兩者的差別那裏 就是說一些 可能這樣 悔淫悔道的說話 令到別人聽了之後 臉都紅色的說話 或者調戲人的說話 這裏是耳語的範圍 因為 如果你多生多一世 遠來耳語的話 你今生就能夠 获無愛辨 斷除而莽 即是你 講英的時候 你能夠說服到人 而且別人有疑問的話 經理一說 別人就能夠深開意解 這個就是 你多生多世 遠來耳語的時候 你能夠得到這種 厚業那種的功德 再看經文 它說 離無異語 而行私故 尚富財寶 無能侵奪 言不虛切 人家盡仇 能善方便便斷之餘惑 同樣地 經文提到的 尚富財寶 無能侵奪 是因為你行私 所得到的果報 而因為你離無異語 就能夠做到言不虛切 什麼叫離無異語 就是你講的說話 都是實實在在的說話 都是有內涵的說話 所以你所講的 人家都會尊重 你不會說出來 就當意變風 人家盡仇 因為你講的說話 都是實在的 都有根有據的 所以你講人 你就能夠樂意恭敬地去聽你說 能善方便便諸疑惑 有時還要有一個問題就是 人家之間 可能人家本身 對某些事情 有個疑問在這裏 他不了解的 然後你一講 人家的職責 是認同的 有時其實 人家未必聽到你說什麼 因為出自你把口 就信你講 不去猜疑 如果不是出自你把口 人家都可能有種種的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猜疑出來 但是因為你說 你強來講得實實在在 所以你講話就是 這就能夠做到能善方面 點諸堯惑 這裏要調整一下 原來剛才我們發現到 十善語道經和佛慧 索加羅羅所說大成經 原來語語那裏有少許對調了 這裏講了兩聲 我們再回前面 前面這裏 在十善語道經講兩聲的時候 他就講了異語 他講異語就是講了兩聲 所以看前面 在佛慧桑加羅所說大經太道 他説 農主若福菩薩 遠離以語 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 這裏也是一樣 獲無樂福也一樣 所言真實 聞者信仇 就是和前面一樣 因為你說的 不是一些令人尷尬的說話 不是一些無厘頭無意的說話 而是說得實實的說話 然後大家就會聽到你說的說話 都能夠順受 因為知道你說的一定有根據 凡有原書 斷一猜疑 同樣地 因為你向來說有根有據 你一開聲 人家就順理說 最事實上你未必真的知道的話 因為出自禮拜後 而你向來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你說的一定有根據的 所以他未必需要問你的原因 不需要問床問短 你說得出來 大家就接受 所以能夠斷一七二 大家就不會再有很多推測 很多疑惑 當然也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你多生多世 遠離了以語這個習慣的話 你自然都有那個習氣 那個習慣就是 你說的一定有根據才說 這些都是養成的習慣 你向來說話都是有根據的話 你自然就不會亂說話 但是你習慣了信口開學的話 你自然有時候未必求證過 你就說得出來 結果可能 因為你沒有求證過 你說了無異語 人家一求證就發現 你說的不真實 變成無異語 因為你說的不是事實 人家就慢慢對你的信心 就會減低了 你說的時候 人家就會懷疑到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不過因為你多生多世都是遠離了以語 說得有根有據 所以人家的錢 你一說就有份量在這裡 人家就不會有疑惑 能夠信受你所說 這個就是所謂和我所說 《大乘經》 其實跟這邊十四月經期的流行差不多 因為言不開切 人家信受 人家信受 能善方面 段主要說和前面一樣 這項目也要看回旁邊 因為旁邊本來這段是兩蝕 原本兩蝕這段 十四月經提到 它說 《來來間與而行師故》 《上父財寶無能侵奪》 《眷屬和牧同一致樂》 《行無歪憎》 這就是十月經 如果在《佛衞疏加羅龍王所謂大蝕經》 例如一樣 《於諸眷屬深住平等》 因為你能夠對任何人 都不起外征發別的話 你就不會去挑撥離隔 對大家都一樣的話 所以就不會有兩式的問題 《愛之如一無有離散》 你都希望大家能夠和平相處 你就不會去挑撥 也都不會令到人和人之間 有種種糾紛、有分歧 所以能夠不會有 因為人力的挑撥 令到你和居座之間離散 也不是因為你的說話 令到居座之間離散 所以就是 以你兩式的利益 之前不好意思 原來兩部經 在這部份放的位置不同了 這裡就補充說明了 好 現在我們繼續看 下面四條件的部份 他說如果一個人是離無異遇 而行屍 記住 從前面 妄言 惡口 兩式 一樣 這裡提到的離無異遇 都是多生多世離無異遇 不是今生今世 你知道今生今世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我今生今世能夠做到不講異遇 說得實在也好 但是現在過去生有異遇的話 你過去生有沒有因為異遇而傷害到人? 有 那些妄言雜訣 雖然你今生遠離異遇 這些過去生的妄言雜訣會不會抓你麻煩? 也會抓你麻煩的 但是因為你經過多生多世離無異遇 再多生多世 之前的多生多世的那些 在多生多世已經清了 你經過這麼多生都離無異遇的話 已經沒有一些因為你異遇而傷害的人 還沒有跟你土工道的 就不會有這些專家債主在你身邊了 所以你遇到的人 都是知道你說話是有根有具實實所在 所以你說的話大家都敬仇 都能夠聽你說 是 你說呢 本來 我說了很多次 本來沒有這尊佛 你查運大成經是何來這尊佛呢? 你找哪一部經有這尊佛呢? 就是了 這個根本是你自己的虛妄的東西 不存在的東西 你 視心作佛 視心作魔 你不要理他就行了 所以你不要理他 見怪不怪奇怪自拜 不單止廢話 廢話是一種 你已經看到了 以上就是無異遇 無異遇就是廢話 但是廢話本身是否傷害人 未必傷害人的 所以這尊佛的特點就是 無論是妄言 兩舌 惡口 也好 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的口業 是令到其他人受到傷害 他受到傷害 才會變成冤家債主 你才做了一些業 令到將來 人家會討回公道 才會變成一些人來找你麻煩 你如果說一些無異遇的說話 最多是變成一些可能 即是沒有傷害力的妄語 即你是說亂說不通 不過人家不受傷害 那些不算 所以這很強的就是 無論是妄言 無異遇語 無論是兩舌 無論是多少 重點就是 因為你說這些說話 令到人家受到傷害受到損失 那個才是一個重點所在 所以我之前上課 之前說余先生也提過的 我們不是學佛之後 就不苟言笑 個個好像木頭那樣 如果這樣 沒有人敢學佛 因為太恐怖了 我們都可以和別人說笑 幽默一下開華笑 沒問題的 重點就是 你所說的 不是以對方作為一個開華笑的對象 不是令到別人感受到心理受傷害 你不會因為你說的說話 誤導了人 當然你有時候說的說話 要糾尖挖 其實我和你說的說話 讓他不要以為你說的是真實 讓他知道 那你就不會令到 因為你的說話 而傷害了人 或者誤導了人 那你就不會因此 做了一些惡業 或者有些冤家炸著 將來要找你麻煩 所以你說廢話 你看什麼情況 你整班朋友 大家說廢話的時候 大家說完之後 笑話都沒事的 那時候那些廢話沒問題 但是你對著老闆 叫你進度的時候 說一大堆廢話 那時候 其實老實說 不知道你的進度是怎樣的 你浪費了時間 那些廢話就可能有影響了 那些真是異議了 你根本就是在大人遊花園 就是讓你的上司知道你的工作進度 而是純粹在拖延的話 那些是傷害人的 所以你看回場合 整班朋友出來 大家把握說笑的那些 那些沒問題的 你不要中間找某個朋友來取笑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候都會的 整班朋友一起 可能大家去郊外玩 聊聊聊 大家一起針對某個朋友 取笑某些身體的缺陷 或者去某些過去的一些經歷的話 最後這個朋友可能行運在心 以後就抓你們的麻煩 但是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誰會受到傷害 沒有人受到傷害 誰會抓你麻煩 所以 耳魚可以化無耳 但是它更針對的就是 令到別人受到傷害 所以我強調一下 耳魚的特點就是 它和噩口不同 噩口是令到你難堪的 耳魚就是令到你尷尬的 所以這些通常指的是什麼 例如你走去撩女仔 那些 就可能是水耳魚了 人家沒什麼地方 被你走去調戲別人 搞到別人的心都害怕了你 有一種恐懼感 你是不是結了一個樂園 所以你看一下場合 那你只聽 你只聽什麼 因為那個人不再長 這個就不是耳魚 是叫做兩舌 你在說它是非 是不是 你不要真假也好 是真的 我們可以只聽 因為耳機 我沒得控制 嘴巴在自己那裡 因為兩舌是業 聽不是本身是一個樂業 這裡是指 你用口 妄言以於兩性化口 而有同人結樂園 不是你耳機是聽妄言以兩性化口 而結樂園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接觸不同人 是什麼都會聽到的 種種形形式的人 說一種不同的說話 我們聽完之後 我昨天說 我們兩隻是左耳右耳出 聽完之後 那些筷子 右耳出回來了 不要從嘴巴出 你以嘴巴出 你就做口液 你以左耳右耳出 就不做口液 你跟一群朋友去玩也好 他們說什麼也好 你笑一下就算了 不要把嘴巴放下去 當然如果你笑都不笑 別人就覺得你離群的 到時就會孤立你 起碼你受說不認同 你不要加上嘴巴 起碼你就是共業中有個別業 你一群人走去講的是非 但是你沒有參與 將來你找回一群麻煩也好 他們就找你一個人 不要找自己問了 你以為說得這麼開心 我加兩把嘴巴下去 又走去生那把醋一點 加鹽加醋一點 反正大家都說得這麼開心 那些鹽那些醋 將來自己會受到的 OK 記住 為什麼我們佛教時說 強調止語禁語 就是禍從口出量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甚至乎有事 我們說你不要以為 跟你一起說是非那一群 就一定跟你一起 有些人是 跟你說是非之後 將你今天的事 跟那個人說是非 那天去到從事那些人 他們這個人說你什麼 那個人說你什麼 你就這樣說他什麼 他不說他自己 他就將其他人說那個人 那天就會生氣了 一群人除了他 你不要回答他 他不能說你 他就問他 沒有那個人我聽到 不過我沒有出過聲 這樣就沒事了 對 我真的這樣說過你 當時你掉身 說笑話好過 我好像之前有說過 有一個故事 說有一個人 有一次去到一個宴會裡面 當時遇到一個 平時說話很尖叉薄的人 剛剛跟他坐在附近 同一刻 結果 談完一輪 第二天的人就周圍讚你 這個人真的很好 這個人真的有風度說話 那些人就問他 他人向來講話 很挑釋 很尖叉薄 為什麼他見到讚你 你到底跟他說什麼 你這麼巧聽 他說沒有 我常常聽他說 而已 他這個就是 嘴又容易出 他不容易就是嘴巴出 到時他講話 你跟他搭嘴 他到時 一來他聽 他未必喜歡你講的說話 二來他到時說 對 他都說什麼 你不就自己抓自己麻煩 所以看場合 幾時都記住 如果你的說話是 有人受到傷害的 不說好我講 雖然那個人不在場 就是這樣 好了 你看回這四格 因為這個人 多生多生尼無矣 所以他已經有養識的習慣 所說的一定是有意義的 有內涵的 所以他就不會言不虛傳 也都因為他 大家都 已經是 多生多世都感受得到 這個人說的話 都是真實的 於是他一說 大家就見受他 也都 遇到 有些問題的時候 無論對方有問題 其他人 一些問題 令到對方疑惑的話 只要他一開始 大家就 覺得 OK 你說的 我們來接受 很多事情都解決了 尤其是有時候 我們商業機構裡面 可能部門之間 很多爭拗 因為大家的立場不同 大家 看法不同的時候 如果不能夠達到一個共識的話 可能一句話 大家就 互相 體諒互相有 事情都解決得到 這就是因為你 遠離無異議 不是兜人 不是大人人花園 現在同樣地 你說的 別人就會敬仇 就不會有疑惑的話 你提出 我們現在要發心幫助某個團體 大家聽 不會有懷疑 那個團體 會否90%做了行政費 會否那個團體 是否真的幫人 會否提出問題 好,你說發心幫 我們一起支持你 那麽大家行報師會 容易成就了 你有報師 就有福報的了 有福報 將來就得到 常庫財寶 而且 你不單是自己的報師 但單是其他人的報師 你自然不會去侵犯人 也是利益人的 自然將來 你就不會因為侵犯人 而 遭到其他人的侵奪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你離無異議 而能夠產生的力量 令到 你要憑失的時候 其他人 一夫萬一 好了 現在 去到旁邊了 你雖然能夠多生多世 遠離無異議 但是 令到 你講任何事情 別人都敬仇 不會有疑惑 現在 你叫人不要報師 那又怎樣 這個人說的 一定有道理 我不需要追問 既然他說 不要報師的 我就不要報息 於是 大家先不報師 只要這樣就沒有福報 而且 甚至你說 因為你的事項 令到其他人受到傷 受到侵犯 本來是你報師開的 說完之後 本來是馬上不報師的 例如我可能 捐開某個機構 這個人說 我不捐了 那是否那個機構受到侵犯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 就是你 可能別人會 侵犯你 所以他就說 因為你 雖然與你無異 能夠得到大家 尊敬你 你說的話 而你要提出任何人 都不會有疑惑 而你不去鼓勵 報師 反而叫人不去報師 結果 你自己 照感到 會有一些 本來能夠得到幫助的人 因為你說的話 得不到幫助 這些就是冤架詐詐 這些就是將來 侵犯你 你自己又不報師 你將來沒有福報 就會照感到貧窮 這個就是 因為你 雖然以來 你不會不行報師 才會有結果 好了 接著到第三格 就是 你有異語 而行報師 同樣地 一次就夠了 因為你 曾經 說話 令人感受到 是難堪的 尷尬的 尷尬的 你說的話 聽不聽入耳 聽入耳 不喜歡聽 所以你說的時候 人家不會攻擊 不會接受 乃至人家會開窄你 現在 你去叫人 大家去報師的話 人家聽不聽 不聽 我們有時候都會看到 某些人 去叫人 做一些利益重複事 就是大家聽的 有些人叫的 叫不住人 就是因為 他本身過去 講迷異語 異語 令人對他說話 是沒有信心 亦都不會放在心裡 說完算送 所以他不想 叫到人 於是他雖然有報師 只能夠得自己的力量 得不到其他人的幫助 那就利用勢了 所以他能夠得到 常富財寶 無能侵吐 不過相對是比較少 好了 到第四個了 就是這個人 他又有異語 又不幸報師 於是 他自己做任何事 都會被人開窄 得不到人的攻擊 而他自己 亦都不能夠知道有財寶 甚至乎 因為侵畜的人 而消感到財寶 常被侵奪 於是這個人 將來自然會生活比較 就是不太自在 因為他沒有福報 就算免他有福報 忽然又被人走 他侵奪了 其他人 他做任何事 人家又不攻擊他 又不聽他說 那他就沒有助力 又沒有資源 他怎樣能夠生活得自在 所以他就 又異語入行報師 所以招禁到那個 不理想的生活 好了 關於與事業 就是這部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人繼續看下去 接著去到二、三月的部分 我們這裡提到 如果一個人是遠離貪欲的話 他就能夠見他富貴 不生貪疾 有時候 我們 如果見到一個 比自己生活環境差的人 你能夠起一個重庭心 能夠想幫他 不過是有限度的 你幫他之後 他不能夠讓你富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有性感 你覺得 心不舒服 本來他就 生活環境差 為什麼他現在 生活比我還好 我幫他做什麼 可能就會 退心 退失那種做人的心 基於什麼 你裡面還有一個貪欲心 省貪心 所以如果有貪欲 就是見他富貴不生貪疾 如果能夠做了離貪疾 還要扔回去 你有貪欲 見他富貴就會起貪疾心 好 我們看回去 關於經文的部分 經文提到 它說 離貪求心而行私固 上富財保無能侵奪 這個是一樣的 無論是什麼人也好 你行報師 就能夠得到上富財保 而且這些財富 因為你行報師 不是侵犯人 而是你一人 你就不會因為有冤家 抓住侵犯你的財富 這個 全部一樣的 但因為現在你是 離貪求心 而行報師 你就能夠一切所有 適以為捨 因為貪分成兩種 知人假釋 包括一個叫慳 一個叫貪 未有的財 你希望獲得 這個是貪 已有的財 你不想和別人分辨 叫慳 現在 你已經擁有一個財富 你不想和別人分辨 你不肯去利益幫別人 但幫別人都是兩種 一種叫做 為報師而報師 那種利益不大 另一種就是 你是有智慧地去報師 你能夠把你的財富 用在砧頭上 是能夠把財富 用在能夠利益眾生 那種各方面的 這個叫為師 我都用為有兩個社會 一個就是受為的為 一個就是智慧的為 一個就是智慧的為 這裡他寫智慧的為 從智慧的角度說 你能夠很有智慧地去幫人 我們有時候說 慈悲也有智慧 你慈悲去幫人 也要幫得其所 能夠令到人 那些人真的得到最 你有限的資料得到 你產生最大效益 這個就是為石 有時候就是 可能你少少的力量 能夠利到人 得到很大好處 你不肯做 或者錯過時機 這個就是為何為石 可能你說 那個人今天 他需要一筆幫助 你今天幫他 你解決他問題 你今天不幫助 明天會幫助 可能你已經解決他問題 時機過了 最簡單 那個人有做過手術 我今天有家人 需要一筆錢做過手術 你要今天你幫他 他可能手術成功 你拖一拖 你明天才幫他 你真的幫 不過明天才幫 可能過了時機 那個 令他復原黃金時機過了 可能做過手術 未必成功 或者成功得到後遺戰重 這個便不得為捨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 能夠與你來貪過生活 你知道別人真的有需要的話 你能夠立刻去幫別人的話 這個便是為了 我記得以前也聽過這樣的說法 因為以前聖一老和尚 他以前很想幫助國內的自願 有人問他 他問他 他問他 是否很有錢 所以可以幫這麼多自願 當時他說 其實我不是有錢 不過我的錢 左手來右手去 當別人布施給我的時候 我知道有需要 我就馬上幫他 很多時候他能夠掌握到時機 別人需要的時候 向他求助 反而是你有錢 他不需要將他遺除 就把他轉了幫那些道場 很多人因為這樣 能夠得到改善 這個變成別人的感覺 哇 小羅審 他有求必要 哪一家自願需要 他都可以幫忙 以為他有很多 其實沒有 我全部都是 信眾共用 那一陣子就幫插出人 這個便是為了 遺捨 懂得在最有智慧 最深入社裡 令到他的報師 得到最大效益 另外就是 信解堅固 巨大威力 遠離貪求心 為何和信解堅固有關係 這個也是一個因果的關係 你肯去幫人 人家有需求的時候 你馬上幫人解決問題 你有問題的時候 人家會否幫你 會幫你 當你在佛法方面 遇到一些地方是 影響你的信心 影響你的見解的時候 人家會否幫你解決問題 會 因為你幫人 所以你錢 不僅在財富方面 佛法方面也能幫助人 錢 你在佛法方面的信解 就不會動搖 不會退卻 就得到堅固 信解堅固錢 就有那個力量幫助人 之前我們也解釋過 報師分三種 財師、法師、無謂師 這就是因為你有報師 人家也可能會在法師方面幫你 你遇到佛法方面 有任何疑問 人家會幫你解決 令你不會起了一個 即煩惱 一個擔心 到底有沒有理解錯了 所以能夠做信解堅固 另外在佛慰疏加羅羅 所謂大乘經 他就提到 農主若伏菩薩遠離貪獨 修菩薩道行於佈師 得大富貴獲無良福 你一樣 得端正身 諸根具足 見者愛樂 心無嚴舌 這裡兩者有點不同 在二日本 《奮慰疏加羅》所謂大乘經 就提到 那個果報是甚麼 得端正身 諸根具足 見者愛樂 心無嚴舌 自不是前面所說的 一切所有 適以為社 信解堅固 兩者不同的東西 為什麼會得到這個果報呢 因為 這個解釋過了 一個人的樣貌端不端正 不是客觀的 是主觀的 你能夠經常去遠離貪求心 遠離慳貪心 去幫人的話 人力自然看你順眼一點 你無論你的樣子 是怎樣都 人力就覺得 這個人看來就覺得很順眼 很端正 所以 能夠做到 得端正身了 另外 因為你幫人 令到人力 遠離了 種種的恐懼 的困惑 你自然去感到 你自己 亦都不會說身根不具足 身根不具足 身根不具足 這是業力的因果作用 另外 同樣地 因為你幫人 人力見到就外咬 就不會厭捨 你不幫別人 不喜歡 你就厭捨你 你現在幫別人 對你的印象就好了 所以能夠得到 見者愛 心無厭捨 這個就是在二人本裏面提到的利益 他就再回 下面四條眼的部分 如果他遠離貪求心 而行布施 他就自然得到 一切所有 適以為捨 信解堅固 具大屈力 這就剛才解釋過了 因為你遠離貪求心 你自然就能夠願意幫人 不會節省自己的東西 你能夠幫人的話 你就能夠 不會錯過時機 另外因為你自己不節省 不會節省東西的時候 包括你不欺責之財 不節省你的佛法 或者技能的擁有 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人家就會幫你 不會節省 不會他不幫你 自然你在學佛的路頭上 就信你了 就能夠做到信解經過 不會有種疑心 有種退心 既然你有一個這麼堅強的信心 你做任何寫 就是力量產生出來 而亦都因為你能夠為寫 你就得到富貴財寶 另外 因為你沒有 因為省倫 而令到其他人得不到幫助的冤家寨主 他們也不會 爭威萬華 不會侵略你的財寶 所以得到 上富財寶無能侵略了 好,再回到旁邊 如果一個人 他離貪求心 但不行私 雖然他能夠一切所有適以為捨 亦都能夠信假 經過他大約 這個人是離貪心 但是怎樣都可以遭到貧窮財富上被侵奪 因為他過去離貪求心 不過今生有欺倫心 不捨得寫 剛才所說的財富分量還有什麼 一是你自己未擁有的 你希望擁有的就屬於貪 一是你已經擁有的 你不捨得用分量就屬於省 你因為過去生離貪求心 所以你今生本來 你應該是擁有財寶的 但你不肯將你擁有財寶和人分量 最後就招禁到你腹部用了 不能夠再以腹培腹 於是招禁到將來就是貧窮 和財富上被侵奪 所以我們要記得要懂得以腹培腹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盡量去利益其他人 自然你將來腹部都不斷地去保存 乃至增長 如果你有腹部的時候 你只顧著享樂的話 將來用盡的話 沒有腹部就會變成貧窮 好,再看回下面 如果一個人他本身是有貪論的 他招禁到怎樣? 信解不見 因為他省息 又叫省息佛法 將來他遇到困難牙生 沒有人指點去 沒有人幫他解解那些有移民的地方 那就動搖了他那些佛法的信心 例如我們學武部經 學到有些地方卡住了 不知道怎樣解釋 有人可能提一句 你就馬上解決了 你就整個部經理會得到 但沒有人提你 你那個位置 移民一直都積在那裡 你就不得信啞經故了 另外,因為你是一個省倫心去保施 即是你是為了得到利益 對呀,寫一得慢報 對呀,好吧,報施 如果人家不是經常得慢報 我為什麼要給你 這個不是為師 以功利心勤報施 這個只有福報前少 所以他雖然得到 償付財保無法輯 但這個利益少 因為他有一個有求心 功利心去報施 自然不會得到大的福報 如果他有貪論 又不行報施的話 自然佛法方面 他過去沒有法報施 現在也不會有人來向法報施 所以他學法方面會有障礙 另外,人家叫他報施 他也要均根計較 最後隔離隔離隔離 都是留在自己的袋子裡 即是不報施 將來貧窮財富尚被侵奪 這個就是以功利心勤 有求心求報施 你是為了自己大富大費 你不是為了別人來解決 你不是為了別人來解決 所以我們要明白到 報施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人家遇到困難 你幫人解決困難 這是報施的為師 你是為了自己將來得到富貴 而去報施這種 只是在投資 一個功利心的做 有一個文章叫做為報施而報施 為什麼 因為報施得福報 所以你才報施 你不是為了幫人來報施 那個就不叫為師 什麼 所以不要想著富貴去報施 是為了幫人去報施 然後另外提到 尼珍貴 我們在大寺宗錄下我們提到 德無善國具足莊嚴 這部分 即是具足莊嚴這部分 我們再看回 在十次道經提到 尼憤怒心而行私固 尚富財寶無能侵奪 一樣 蓄自成就無外心志 諸根嚴好 見佳敬愛 為什麼得到 蓄自成就無外心志 因為你沒有同人見外緣 你憤怒心就沒有同人見外緣 你不同人見外緣 以前就有助力 你遇到一個問題 即是被人幫你的話 你就很容易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能夠蓄 以及得到無外 蓄即快 因為你的助力便快 因為你遇到一個問題 你能夠有人去幫你 搬開一些障礙的時候 你就能夠無外 即是我學法 學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卡住了的時候 有人提醒你 就無外 沒有人卡住了 你可能那裡搞很多時間 搞不好的 那就障礙著你 諸根嚴好 見佳敬愛 這個跟前面的解釋一樣 因為你沒有用親心對人 你沒有跟別人見外緣 你不親心就是跟別人見善緣 沒有跟別人見外緣 那沒有跟別人見外緣 別人看你便順眼 所以你便覺得你諸根嚴好 所以便得到諸根嚴好 見佳敬愛 在佛為梭加郎所出達成經台道 他説 龍主若伏菩薩遠離真讀 修菩薩道行於佈師 得大富貴獲無量福 得於仇愁心無所欺 聞佛法要能生信心 這裡亦都比較 這個講得詳細了 他說 你能夠得於仇愁心無所欺 因爲你現在遠離了憤怒心 即使你因爲過去憤怒心 而招著冤架炸絕也好 因爲現在你透過布施去幫他們 那是不是嫁怨適結 所以雖然過去和你結過學員 因爲今生用布施來道 大家是和解了 所欺得於仇愁心無所欺 大家原諒你了 另外 亦都問佛法要能生信心 因爲你能夠遠離憤怒心的話 自然有助力 人力願意幫你遇到問題 就容易得到解脫了 之前所提到的 觸自善就無可心所欺 因爲你沒有同仁 既然沒有因緣 人力自然不會去障礙 甚至會幫你手 你才能夠對佛法那些 有比較深的道理 不會扣暗牽絕 所以看到遠離貪真師和布施 對我們學法是很有幫助的 好,看回下面的資料架 一個人能夠遠離憤怒心而行屍的話 自然因為他沒有和別人 即是沒有人對一種有敵意 自然他和別人之間都是善的恩怨 雖然粉絡心未必表現出來的 之前我也看過了 貪真師是透過前面的身衣口飾 才能夠表達出來的 你沒有身衣口飾 那只是業,不是業道 上課解釋過了 現在因為他沒有粉絡心 和別人之間不會有一種 因為你的真心 你對別人的敵意而有障礙的話 你自然任何一種能夠順利得到 做到了 而且人家看了一隻覺得順眼 能夠朱根而無 見街見外 加上你現在肯去報師的話 人家也樂意接受你的幫助 你自然得到上庫財寶 無能侵奪 因為你能夠報師因 有因就得過 你以報師因得到上庫財寶無能侵奪 那扔回旁邊 雖然你能夠 因為你越來粉絡心 而能夠做到 無惡心智 朱根而無 見街見外 不過你不去報師不幫人的話 結果你還是沒有福報 所以都是貧窮財寶尾侵奪 是吧 好了 再看看這個下面比較重要 因為你有親冷心 你可以行報師 你因為你對人有一種敵視 真恨的心態 那你的心裡其實 你是不是真心想幫人 你生氣的人還幫人 不過你這些行屍 一定是供你心去行屍的 所以你的心意粗獲 自然你有諸內言諸愛 你的心裡充滿了負能量 充滿了親恨心的話 你的樣子看到人是順不順眼的 不順眼的 就算你的樣子 是長得多精緻也好 人的樣子當然覺得看上去不順眼的 所以心不端形 所以記住 這個端不端形不是客觀的 而是主觀的感覺 好了 你要去報師的話 人是否要接受你的報師呢 記住 你要去報師 你不一定可以報師得到的 有詩者有受者才能夠全程報師 你要去幫人 你不想你幫 結果你能不能夠 趕結善緣嗎 不能夠 所以你雖然賦財寶 無能侵蝕 因為你沒有經驗 不過這個是小的 相對上那個 這個是小很多 如果你再加上你不肯報師的話 自然你自己 看來每個人都不滿意 不上眼 不想幫的 然後別人看你都不上眼 所以你心意操過 不喜歡的人 別人看你又不上眼 心不端正 你又不去報師幫人 就沒有結善緣 結果你將來就不能夠 有福報 因為你沒有報師 這樣就貧窮 加上每個人覺得你不上眼 和你有一種不好的緣分 自然別人會抓你麻煩 因此財富常備侵略 所以這就因為內有真能心 外不報師 結果焦感到 這種就不如意了 好了 再看下去了 好 接著 尼邪禁 我們在大神里出路幫忙經 他說 能夠得到聖妙功德 正見如沒 即是得到正之見 正之見是甚麼 信恩果 好 在十字條道經 他說 尼邪禁心而行施固 尚富財寶無能侵徒 那也有 接著行生正見見信之家 因為他是尼邪禁的 你有正之見 你就焦感到一些正之見的同參道友 一些親戚眷屬 所以你是黑身正信之家裡面 這個正信之家是怎樣的 他們因為對三步有一個正信 所以他們也令到你能夠見佛文法 因為他們本身是信恩果 所以他們也會經常跟你一起見佛文法 也懂得去修復 去做供養 於是能夠供養眾僧 這個供養眾僧就是 你已經有這個就是報師的因 而且這個就是甚麼 眾僧是甚麼田 我說的田有三種 一種叫做敬田 一叫做恩田 一叫做卑田 眾則是屬於建田 建田就是三寶 眾僧 恩田就是父母師長 卑田就是一些病人 貧窮的人 你能夠在建田報師的民意 都得到福佛 另外因為理所供養的是佛法生三寶 建佛就是佛 文法就是佛 國學生寶就是佛法生寶 在三寶裡面叫成果 你就自然能夠 不會與你佛法 乃至你能夠不會亡失你那個 學佛成佛的心 所以就是能夠亡失大佛的心 好 看回 佛為梭家龍王所有大成經 他説 龍主若佛菩薩遠利者見 修菩薩道行於佛斯德大富貴 獲無良福 一樣在這裏 接著於三寶所而具正見 即是剛才所說的 能夠見佛文法 供養眾生 下面也可以 相近於佛 德文妙法 供養眾生 前面一樣 上無下台 而且這種行為 不是一次兩次 你經常都能夠去供養三寶 教化眾生 令發菩提之心 而且你不單止自己發菩提心 中了古牙女學佛 這裏有不同 前面就說 常不亡失大菩提心 怎樣常不亡失法 後面在二日本 佛為梭家龍師達成功 就是你不單止自己發菩提心 你還會去教化眾生 令其他眾生 未聞過佛法的 未懂得去拜佛的 懂得去來拜佛學佛 令到其他人都學過菩提心 發過成果之心 這就是遠離斜堅而佛斯的好處 當然這個 教化眾生來發菩提之心 這是什麼 發佛斯 好,看回下面細條件 一個人如果遠離斜堅心 移行佛斯 至於經文所說 行生正見 見順之家 見佛文法 共有眾爭 常不亡失大屠敵心 因為你能夠 有一個正知正見 而且你所生的家庭 正知正見 大家是否深信因果 大家懂得去利益眾生 所以一家人都懂得去佛斯 懂得幫人 於是將來就得到 常富財富無能侵奪 這個愈聲愈過 這個不需要詳細解釋 但如果你雖然有這麼好的條件 不過因為你不肯去佛斯 你就可能只有貧窮財富常未侵奪 可能有一個疑問 這個人遠離邪道見 信恩果 為何他又生在正信之家 又信佛 為何他都會在貧窮財富上被侵蔑 但為何不報斯呢 因為現在只是說一件事 我們說的是遠離邪道見 他信恩果 不過可能有貪論 他捨不得 所以他知道報斯好 報斯將來得福報 不過他想想 我還需要現世財 我怕今天報斯好明天我不夠錢 來小時候一些福報 我暫時遲些才處理 遲些遲些就不做了 不做就知道貧窮財富常未侵奪 因為這只是說一件事 就是遠離邪道見 並不是遠離邪道見 前面九月都遠離 可能前面殺生偷盜 邪人妄言 以臉色外口 貪、親那些可能有做的 不過單單有遠離邪道見 所以他能夠得到恒生正常之家 能夠不忘心破題心 不過不表示他沒有堪論 不等於毫無親禮 為何這個人有遠離邪道見 還會不報斯呢 因為他本身還有貪人心 所以他不捨得 我們有時候也是 我們說 我們學佛知道 要跟眾生說的善緣 但是有些人 就真的 你見到你 是不想跟他們的善緣 是吧 我們有時候遇到這種情況 他看著就不順眼了 這些就是 從知見你知道 但是 業力推動你 見到某些人 你總是不生喜歡你心 這就是這種情況 他知道 他明白因果 不過他不捨得你善出來 不肯盡過因 他不肯盡過因 是 是 這 是 所以 是 是 有一次 我給了一個黑錢 是 我給了很多黑錢 但我拿了很多黑錢 之後 他太多 他太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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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剛才提過衛師 你隨緣隨力 例如 你知道那個地方 現在比較少一點 以前我們回到國內 一落 一落火車 就已經 或者下巴士也好 已經整班小環圍圍著你 通常人家教你 去到一個也不要付 你付出一個的話 愈懷愈多 以前真的是這樣 你唯有怎麼做 有些人的做法 他們也真的想保持個心 換定 我換了一百個五毛錢 或一元左右 因為之前五毛錢一元 上面已經很花了 保持手給五毛錢 派了就沒有了 到時候你被派了 我拿了這麼多 他們都見你沒有錢 違法的就走了 之前你已經有個心理準備 我的能力去到哪裡 隨緣隨你去做 那你就不會慢慢的心 他剛才解釋給你聽 你用這個方法 他覺得原來你有緣急 他就走排前面 沒完就對了 你拍完之後他才出現 你是這麼多 起碼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知道會有這種情況 我已經發了心 我的力量去做這麼多 我就做這麼多 你說五毛錢 可能這樣就拍一毛錢 一毛錢都是幾個元 是吧 以前來說 你不需要 現在一毛錢就不值錢 你不要拍十元 你拍一元 是吧 一元好像買不到東西 記住 我們有時候 不一定收到你的 報師 真的能買到東西 因為你給一元 另一個人給一元 再一個人給一元 加起來就能夠買到東西 我當我麵包十元 十個人每人給一元 他能買到麵包吃嗎 不行 十元買不到空 起碼給十元 你給了多少十元 因為你說太多 我們常常見到 邊旁邊有個天橋 在地鐵站側邊有個人 人是行隔 如果不說 他至少要做個飯盒給他 你不需要這樣想 我們不說其他東西 不說其他東西 不說其他東西 有集團那些 你當是真的行隔 你給一兩元 又給兩元 我早就要買飯盒 你不需要 你直接就要負責成飯盒 是 是 可以了 好了 如果一個人 他是 如痴 如痴包括邪見的 一個人不懂因果 所以他自然就會 心情是既然不明因果 他不會怎樣 不明因果就是 上次解釋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他不覺得報師 就能夠得到富貴 不覺得報師就能夠理到中生 有人覺得 我幫不幫那些人都這樣 常見 他是窮就喵窮 你怎麼幫他都喵窮 這個心態 亦都不覺得 他們這些人 需要幫 是因為他們 不懂得報師 即從因那方面 不懂得 因與我之間的關係 以及不用因的解釋 用其他解釋 你就不會因為 發心幫人 你不發心幫人的話 或者你幫那個目的 不是為了你眾生的話 你的報師就不得圓滿 好像要說的 可心邪見不明因果 一個邪見就是 你為了自己的利益 我是否上次舉個例子 我早上買了一支旗兩元 晚上對立彩為何不中 那些 你是有個報師 你是中了個因 但不是馬上就可以 有些人真的有這樣的心態 有些人 有些人 買四個水果 去佛寺 那裡求菩薩十幾件事 有什麼 兒子 找到一份好工 女兒 嫁到一份好老公 阿孫 讀書聰明 考上大學 那些四個水果 這些人 正因說不對 什麼 就是 就是 你真是想著 寫恩得萬福 一個生果得分 一個萬個生果回來 有些人不明白 恩的道理 還有有時 恩和我之間 有個時間差距 很多人想 為何我今生做了這麼多寶師 今生都是生活平凡的 有些人不是今生得果報 你來生懂得果報 那些寶師是來世福 當然有些人會變成世福 但不多 佛經人說一些極端例子 貧女師倆 前後做了皇后 但他們有多少個 因為皇后 一個國泰國 所以 如果你 曲心邪見的話 你報師 就用了一個有求心的求 雖然你得到財富 同樣地 心良勢 得他勢 不過因為你肯報師 都能夠做到無能參奪 所以這跟常務相比 大切不同 如果你更加不報師的話 曲心邪見不明恩國 你認為報師沒有益的 有些事要說 因為報師所要貧窮 因為報師才富貴 其實這個很多時候有這種 我們現在商業社會的心臨法則 你報師就花了錢 所以你便窮 你應該把錢來錢賺錢 這樣才富貴 應該盡量 把他們拿錢回來 用他們的錢來賺錢 變成我賺錢的工具 用人的錢來賺錢 這些雖然是社會的做法 但這些叫做苦心邪敬 其實這樣就是你欠人的 你最後招禁到的 你今生可能因為你過去生 報師有福報 你今生可能這樣錢賺錢賺錢賺錢 不過來生慢慢還 真的嗎 因為你是在利用人 其實你不報師還要剝對人 利用人 應得的你還要吞自己 你將來便慢慢還 貧窮 人家那些便會拿回財寶 所以變成貧窮 財庫上被侵奪 所以這些就是要看到 如果我們 總結來說 如果我們要行報師 但如果我們在十善業裡面 不殺生、不偷渡、不邪淫、不妄言 不良好善、不愕口、不異語、不貪、不真、不痴 這三方做得不完美的話 你想行報師的時候 你是做得不完美 甚至乎 你因為不懂得報師 這些十善做得不好 將來都是招禁一些不理想的 改補出來的 好了 跟著 報師就到這部分 我們再多看一點 在經文宜提到 事為大是修菩薩道行十善業 以師莊嚴所獲大利於是 就是我們修十善業 再去莊嚴這個報師 才能夠得到的利益 當然這裡經文有少許特別 我提過這部分 它是用報師來莊嚴十善業 但後面來說 你要反過來解釋 報經才能夠解得通 解得明白的 所以這裡就說 你十善業和報師之間 產生的利害衝突 透過前面的四條簡體道 在佛慧梭加羅所授大聖經檯 它說 龍主若能修此十善之業行菩薩道 初以報師而為莊嚴 那部原本得大富貴 就是如果你行十善業道 又行報師的話 將來你就能夠得到那部原本 那部原本就是最原本的什麼 成就無上正等正確 起碼你來生就得到大富貴 因為你能夠報師 你將現世財變成來世風 你沒有去侵奪人 你就不會有冤家債主 那你來世 腹部又變回來世的財富 而這些財富又 因為你沒有欠人 就不會他們變成國王 變成道賊 變成水庫 變成那些不潮子來拿走你 那你就能夠 那富貴能夠安享了 好了,再看慢一點 這裡順便補充提到的 報師 在兩個情況出現 第一個就是綠波羅蜜裏面 在大成理出綠波羅蜜經提過 運學名為六種波羅蜜 包括所謂報師、持隔、引辱、尖進、宣定、智慧 所謂六種波羅蜜 即報師是屬於綠波羅蜜其中一種 另外亦都在大閘法門經提到 四小法裏面佛所說 包括報師愛與理行從事 這裡有兩個報師 一個是四小法的報師 一個是綠波羅蜜的報師 無論四小法 六波羅蜜後面會再說 所以現在不詳細說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兩者有沒有分別呢 在大邦波羅蜜經提到 報師有兩種 一種叫做世間報師波羅蜜 特點在哪裏呢 我們不再看了 深色字那裏 一者自想 二者他想 三者思想 有這三個特點 想到自己 想到別人 想到你所報師 這是世間波羅蜜 另一種就是出世間波羅蜜 出世間報師波羅蜜 他有三特者三輪清淨 一者不執著我為師者 二者不執比為受師者 三者不著師及師覺 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這兩者就說明了 剛才所說的 四小法的報師 和六波羅蜜的報師 四小法為什麼 為了接引眾生 透過四小法 令眾生能夠先以肉勾牽 後令入佛節 令他們去學佛 所以這個時候 我有沒有他 有我有他 因為我想接引到學佛 所以我報師幫助他 所以這屬於世間波羅蜜 四小法裏 但是六波羅蜜的報師 不是為了四小眾生 而是為了令自己能夠寫 寫什麼 最初是寫我們的身外籍物 財報師、法報師 再寫我們的生命 再寫什麼 寫他們執著 寫他們煩惱 你這樣才能夠 不會被世間潛撥著 能夠出來生死律回 所以六波羅的目的 是讓他們出來生死的 他要做到就是三輪體空 不執著我契師者 他有受師者 他有受師者 師的那一步 不會想著我的報師為了達到什麼目的 前面四小法有目的 我們有報師 是要接引去學佛 後面那個 那個目的是令到我方向一切執著 所以兩個方向是不同的 雖然都是報師 這裡是隨便報送說明的 有沒有問題 是 是 是 如果十善收得好 是他不生靜 十善收得好 你就能 是 十善生得好 你就不用下三個度 哪一支 你先讓我說完 好嗎 你先讓我說完 好嗎 你先讓我說完 好嗎 你先讓我說完 你從我的三種問題 我還沒回答 十善收得好 你就起碼不會下三個度 因為你能夠 超極的十善就是得人生 積極的十善就是生到天上 至於你說十善臨 往生靜土 你要加多一個條件 你有發願往生靜土 你自己不發願的話 它不會變成你往生靜土的資料 如果你能夠發願的話 那是屬於中品往生的資料 因為上品往生是菩提心 中品往生就是能夠收十善 八關齋計 這類的樣子 下品就是念佛 你如果往生靜土 你能夠收十善的話 這屬於持得五戒好 而且積極持五戒的話 是中品往生 因為前面有自想 他想思想 你才會退心 你為報師而… 報師就是報師 你不要… 一、兩、兩、三個都很圓 是的 剛才不是跟你解釋了嗎 你要隨緣隨力嗎 例如你只能夠幫兩個人 你就幫頭兩個 第三個那些不就不幫 因為你們有限 你不一定說他一百個來幫一百個 你不一定說他來一百個來幫一百個 剛才我都說 你看到天橋邊有一個黑衣 一個露宿舍 你不是要包他三餐的 你總之我看到他 我可能報師一、兩元給他 或者十元給他 這十元一、兩元不喜歡買 法律都買不起 但你明白到 雜月請求 你幫幾元 人家幫幾元 他就能夠解決三餐 你對個別的手球者 所有者 你對一大班都是 你幫兩個 人家幫兩個 那裡有一百個小朋友 你幫了五個 但後面還有人幫 其他人來到的 你幫五個 他幫五個是不是 兩個都幫得了 你要求全部一個幫了 你力量有多大 就這樣 好了 有沒有其他問題 記住 是隨緣隨你去做 不要強求 你一強求 給出事壓力 你一定會退出菩提心 好了 不要回合了 好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寵一 下祭三圖虎 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盡此一步生 同生極樂 好了 領来